什么样的青春才值得留恋 是挥霍 是奋斗 还是奉献 从春上军装那刻起 就意味着生命有了不同的含义 珍贵而短暂的青春 将赋予崭新的使命 灾情就是命令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我们不再仅仅属于自己 两年 五年 八年 我们用雄鹰般敏锐的目光 紧盯战位 双兵同志 其战绍期间 注意好形象 保持体力 是否明白 名字 名字 我们用自己的青春无悔书写着 无上荣光 无论是狂风暴雨 还是烈日秋霜 无论是天刚破晓 还是月色渐沉 把奋进的身影 把奋进的身影画为激阳旋律 谱写着新时代 谱写着新时代绚烂的华章 但现在 但现在 我是林老兵 摘到岭花尖章 告别朝西相夕相处的兄弟 将自己抱起 把眼泪藏心灵 听惯着新时代绍 给退伍的战友们 说两句话 第一 当兵不后悔 你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卸给了乔写事业 指的地史 记载到你们的奉献和牺牲 因为有了当兵的历练 以后的路 会组得更加坚定和从容 第二 铭记军旅情 火热的军人生活 亲密的战友情谊 必将成为一生的美好的回忆 特别是 要发扬部队的好传统 好祝福 在人生心得真诚上 脚踏实力 分化有为 创造幸福生活 演艺精彩人生 但你们再见